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人在追逐的这一过程中能够把握分寸 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目标 但有的人却迷失了自我 最终走向了一条不亏路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位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人 他曾经是中国有名的富丰 在1996年资产就已经超过30亿元 不过最后却成为我国首个被注射死刑的富丰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样的结局呢 这个人名叫袁宝景 出生于辽宁省的一个贫苦家庭 袁宝景家中兄弟姐妹众多 生活条件非常差 因此袁宝景从小就非常用功读书 希望长大后能过上好的生活 1983年 袁宝景第一次参加高考 但却名落孙山 后来袁宝景又复读了两年 终于如愿考上大学 由于家境贫困 家里没有能力支撑他的生活费和学费 因此袁宝景在大学期间一直勤工减学 减轻了家中的负担 大学毕业后 袁宝景被分配到一个银行工作了 几年后 袁宝景已经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并攒下了一笔钱 于是决定自己创业 他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公司 主要经营和农业有关的业务 赚取了大量金钱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 后来 他又将眼光投向了证券 股票等领域 成为了一个大富翁 在1996年 袁宝景的资产就已经超过了30亿元 那么 这样一个商业天才 为何最后却走上了违法的道路呢 这一切都和当时四川一个黑老大有关 展开全文 这个黑老大名叫刘汉 曾经和袁宝景一起炒稀货 而刘汉从中赚取了一千万 但是袁宝景却亏了一个亿 这让袁宝景非常生气 只为自己被刘汉欺骗了 便让自己的好兄弟汪兴去除掉刘汉 不过汪兴在杀害刘汉的行动 终却失败了 但汪兴仍然让袁宝景支付他仇 袁宝景却很不情愿 便找人杀了汪兴 千万灰灰疏而不漏 袁宝景最终被警方逮捕 并被判处注射死刑 在临刑前 袁宝景感到非常害怕 他大声吼道 我不服 我要检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